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突然就發現 然後那時候大概 就不過懷孕四個月 然後我就很緊張 就要跑去急診 可是因為我平常看的那個醫生 那天就不在 然後我就去了那個急診室的時候 就一個我沒有看過的醫生 然後他也是那種 可能是菜鳥吧 然後結果我後來過去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剛才症狀怎麼樣 然後我那個鮮血流得怎麼樣 就是很緊張 就是想確認說 寶寶沒有怎麼樣這樣 然後他就說 OK 我先做一下內診 然後他做完內診之後 檢查過他就跟我講說 看來是 然後你的子宮也都沒事 然後其實一切都還OK 那我就說 那到底為什麼出血呢 他就說 這個 對 然後他就開始自製烏烏了 我說怎麼了 他就說 其實我希望你就是最近 盡量不要做太多 然後我就說 什麼是激烈撞擊 因為我實在是太想要知道 他到底什麼意思 雖然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 不會 你要說你太想要 你知道 因為有時候 你就會懷疑自己說 我是不是可能想得太髒了 他是不是不再講這個 我就想跟他確認說 那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 就是你跟你老公呢 最近就是 我說 所以就是 是因為這個樣子的關係嗎 他就說 對 因為我真的看不到 其他的原因 你為什麼會流血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我都沒有尷尬 你就在那邊尷尬 他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個不是什麼黃體素撞破嗎 對啊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是產科就是在懷孕期間 那有的時候 因為懷孕的時候 子宮頸會沖血 那所以確實 不管是發炎 或者是說在性交的時候 碰觸到 就會比較容易流一些血 這樣子 對 可是我通常碰到的 都是講說 因為當他們講 刑房的時候 就覺得好古人的說法 但是激烈狀疾是 我們不會這樣講 我們講 你聽不懂蹲倫喔 你正要去念手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個 就是一個美魔女的一個案子 那其實這個四十幾歲的 美魔女其實是 十幾年來一個 就是一個老病人 因為她大概每一兩個月 都會來定期做一些醫美 保養的一些治療 那有一段時間 她每一兩個月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 怎麼都眉頭深鎖 而且情緒有點焦躁 就不耐煩 然後有一次她來的時候 就忍不住了 她說那個劉主任 你能不能請你們護士出去 我有一些私密的疾病 想要跟你討論一下 那我說好 那我們就清場 那她就跟我說 她最近都覺得 夫妻的生活之後 就是剛剛 瓜哥講的敦輪之後 會覺得很疼痛 然後疼痛之後 她都開始都覺得 會拒絕這個敦輪這個行為 那造成她夫妻的感情就不好 然後她的老公都覺得說 是不是這樣子 是我們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愛人 或者是說 我們是不是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造成她的一個 生活品質下降 就很不開心 那後來其實我就幫她 安排了一些影像學 還有內診 抽血檢查 那其實她 那她都很驚訝 因為她覺得說 她不能接受 她雖然是幾歲了 可是還是有月經 而且她的外表 也是維持得非常年輕 我說其實你這個就是 更年期的一個症狀 它有可能造成一些 像心血管的 熱潮紅 大汗 或是精神方面的 失眠 或是記憶力減退 但最常來我們皮膚科 就診的就是一些 像陰道的萎縮乾燥 或是皮膚的一些退化 或是乾燥造成一些失疹 然後其實呢 一般有一個錯誤的誤解 就是說 更年期好像一定是 停經之後才是更年期 那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停經前 大概五到七年的時候 我們的荷爾蒙會有點波動 那時候就有一些症狀 開始出來了 所以這時候都可以開始做一些 預防性的保養 那後來呢 我們就幫她做了一些 例如說口服一些植物性天然的 荷爾蒙的一些雌激素 那還有做外部的一些 陰道的一些保養 那後來她就跟我說 好像做了這些治療之後 他們的夫妻生活比之前更好 就年輕的時候更好 我這邊分享的是一個 大概二十多歲的阿兵格 在進整天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她臉上有幾個字 然後我說 她說那你是想要點字嗎 她說對 但是她說我要點的不是在臉上 然後我說那長在哪裡 她就有點說 醫生我們要不要去 蓮子的後面看一下 好 對 我就想大概知道 應該是在 可是那個地方看不到 我沒有點 對啊 快我們進去整間那個 蓮子的後面幫她看一下 就是剛好長在那個 陰囊跟屬西部的交界的地方 所以她穿褲子在 粗糙或行軍的時候 就會摩擦到 痣耶 痣 它凸起來的 有長毛的 有長毛的 像這一種的字 就像以前獅爺的 對 那一種 那它那個字就是有 所以這種情況來講 一般如果說用雷射 或者用其他點的方式 去把它除掉的話 是點不掉的 因為它的深度是比較深 那是不是像割子房流 所以就是要把它用切除的方式 把它除掉 常常像這種長在陰囊私密處 或者長在腳底的字 也許很多人說 那個是富貴字 或什麼帝王字 但其實這種長在這些地方的字 常常會有一些病變 比如說像 那後來這個阿兵哥 還好它的字切除 我們送病理化驗之後 它還算是一種良性 但是是算早期的 對 去拿掉就沒事了 切掉還會再長 不會吧 你只要把它的安全範圍 把它切除得乾淨 就不會再長 那它這樣子小時候就有 還是後天長 它是說小時候就有 但是因為當兵以後 開始慢慢摩擦 對 因為它那是凸起來的 就算長在臉上好了 如果說它是平整的 沒有凸起來 或者是長毛 基本上是雷射 或者用一些那個 液態蛋都可以點掉 但如果長毛或凸起來 通常深度比較深 對 很多人臉上其實有長這個 但是不一定有長毛 對啊 為什麼都是那一根毛呢 對 就表示說它剛好毛囊 就是在那個字的中間 在那個字的中間 我們毛囊就是有 黑色素細胞 我們要分享一個 大概是50歲的一個男性 他就來我的診間 然後來我的診間就說 它要驗筋 那這也不稀奇 只是電腦報告一看 發現它10年前其實 在我們這邊 就已經做過結紮手術了 然後驗出來精蟲 在10年前做完我們 做完結紮一定會 驗一次精 看手術有沒有成功 然後手術有成功 精蟲數是0了 它隔了10年 突然跑來跟我說 它要驗筋 我就很好奇 我說那你什麼原因 要驗筋 他這時候就不願意講 沒有 我就是要驗筋就對了 好 那就反正 那個沒什麼傷害的 我就讓他去驗筋 驗筋回來看報告的時候 他就看起來就是很生氣 很錯愕 然後就是很不開心 這時候我就問他了 你什麼原因你要告訴我 你為什麼突然要回來驗筋 他說他老婆最近 對 這個不是不可能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 結紮成功率很高 但是在結紮完都順利都成功之後 有萬分之二點五的機會 在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不知道為什麼 會自己接回去 可是你現在驗都沒有驚人 對 然後所以他 就 對 生氣也生氣 寫破點破 不是 你想要幫他圓 很難圓 對 我想要幫他圓 想要幫他的 他都來不及聽我講 他很生氣就帶著一股烏雲 或是就離開我整間 實際上我還是要跟他講說 說不定他現在剛好 在看電視和跟他講 也難說 因為有時候也有 過去有經驗是說 他間歇性不小心 一兩隻跑出來 那剛好那一兩隻 剛好造成懷孕 所以沒有一定是說 他太太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以數捷運 或機率的狀況來講 的確如果十年前驗是零 十年後驗又是零 太太又懷孕 太太真的有問題 對 這好像被壓在中說 對醫師的確是好醫師 好醫師 他想盡辦法 可能有偷溜一兩隻出來 對 那這個最後關卡 就是驗DNA的嘛 對 可能最準的 最近立婚很準 對 你這樣講完回去 他也是 反正就先不要發脾氣 就驗DNA就好了 對 搞不好驗的是一樣的 就肯定真的跑出幾次床 對 對 對 小朋友取名 可以叫做 天賜 天賜 來 我們看下面 病患情況太複雜 醫師頭痛不想看 是 我記得我剛剛開業沒幾年 我接到另外一個洗腎室的醫師 打電話說 洪醫師你那邊還沒有空床 他要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太太 過來我這邊 那來之後實際上是他 他先生主動要求 要到我這邊洗的 他就說他太太洗腎 有很多的狀況 要換一個地方洗看 會不會比較沒有狀況 那我一開始洗腎 我一個禮拜我大概知道 什麼狀況 他在打針的時候 那個我覺得太太應該有一點 那加上尿毒膏 他會有一些 他一直會覺得人家要害他 那打針的時候 就會在那邊慘叫 那他還會帶一個那個佛金 在那邊放那個 然後 然後有時候眼神 還會突然定在一個地方 說他看到什麼髒東西 那個會嚇到那個 對 那可是這個事實上 我們都可理解嘛 就是想說去看一下那個神經內科 開個藥就好 那知道有一件事 我護理人員也嚇到 他自己 就是你知道洗腎那個流速 一分鐘是那個250CC的血 這樣在循環 因為他拔針會噴血 一分鐘噴250CC的血 那個是很好 然後那個病人也會 那如果拔的是另外一邊 可能空氣會跑進去 所以都很危險 那我就跟他先生講說 因為太太會拔針 可能要有一個人陪他來洗腎 那先生來之後 我就發現 那個又有另外一個狀況 開始我病人就跟我反應說 洪醫師 你們那邊有家屬 再有跟我 破綻事業 我 我就 後來我就跟護理長 就是那位先生 然後我就跟護理長說 要警告所有的病人 就是說 不要跟他買那什麼 龜鹿二仙膠 然後 那我也跟那個先生講說 這裡是洗腎是 你不能做這樣推銷行為 可是後來司機跟我說 他是私下 私底下還是一直在推銷 對 那我正在煩惱說怎麼辦 我總不能請他離開吧 這是很難說出口的 那結果他有一天他跟我說 洪醫師 我覺得我們 我太太來這邊洗腎 好像 我想到 另外一家私底醫院去 然後我心裡覺得 落敵了 後來他真的轉過去 這個才叫天賜 對 他真的轉過去了 後來我有一個病人 去那家私底醫院 那個開刀在那邊洗腎 他回來就跟我講 那個先生真的在那裡 繼續推銷他在做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哪 謝謝 謝謝 太菜 謝謝 謝謝